嗨 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Dear 随意聊聊朋友们 根据动物睡眠研究 成犬平均每天所需睡眠时间是 十二十四小时 幼犬则需要睡到十八二十小时 老犬则介于两者之间 不同于人类睡眠时数集中 狗狗对周遭的动静很敏感 大部分时间都很浅眠 所以需要分段式的睡眠 若狗狗长时间睡眠不足的话 身体很可能无法很好地整理受损神经组织 同时也无法调节好新陈代谢等正常生理活动 不能分泌出使身体能启动的荷尔蒙 并伴有急躁情绪和应急反应等这些不利因素 那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狗狗睡眠不足呢 一 累过头 狗狗会贪玩舍不得睡 而且过度活动之后 它会变得很兴奋 主人要观察狗狗平时的体能和活动量 散步时间不用太长 不要玩得太疯 要回家前带它走一走闻一闻 让它慢慢稳定下来再回家 二 需求不满足 狗狗需要运动 秀闻 和主人互动 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 它自然没办法把时间浪费在睡觉上 随时都在等主人什么时候会叫它 建议让狗狗有规律的生活 有固定时数的活动与休闲时间 三 狗窝位置不对 对狗狗来说 最好的睡觉地点是安静不受打扰 又不会离主人太远的地方 若把狗窝放在门口 楼梯口 或窗户边 它都很容易受影响 无法熟睡 狗真的是最棒的家里成员之一了 狗身上有很多很棒的特质 让人类喜欢并跟狗成为最好的朋友 它们忠心耿耿 充满信任 亲切友善 另外还有一项倒头就睡的能力 狗狗的睡眠时间正常该睡多久呢 近期有位朋友领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第一次养狗的它总是有许多疑惑 最近它问我 我家狗感觉每天除了玩的时间 其他时间总是在睡觉 这样正常吗 是否生病了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每个动物都跟人类一样 需要充足的睡眠 狗狗每天所需的睡眠时间 会因应品种 大小 个性 日常生活 饮食 健康及年龄等而各有所差异 但根据研究显示 一般成犬平均睡眠时间为10到12小时 所以狗狗们一天内会花大约一半的时间在睡觉 幼犬则因为需要发育 它们睡眠时间也会更加的长 也比没有较固定的睡眠时间 想睡就睡 令大型及年老的狗狗则也是需要比一般狗长时间的睡眠来休息 狗狗一天要睡多久 如何睡好 是否睡太多 睡眠时间影响健康 说是睡眠帮助狗狗身心 从主人做起 狗狗整天都在睡觉是正常的吗 若发现家里狗狗总是在睡觉 尤其白天也在睡 不用太担心 狗狗的作息跟我们不太一样 它们是早上跟晚上都会需要睡眠的动物 狗狗虽然每天睡觉时间很长 但因为狗狗对周遭的动静很敏感 所以它们大部分睡觉都是浅层睡眠 并采取分段式睡眠的方式来补充精神 每次睡觉也不会太久 平均睡眠时间为45分钟 人类则是一次6到8小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狗狗的睡眠时间会越来越长 所以大多时间若超过12小时 真不必担心 但是若发现有任何重大或突然的睡眠习惯变化 例如狗狗突然睡眠时间比平时增多或减少许多 甚至严重到有食欲不振等状况 这种时候最好尽早洽谈您的兽医 因为睡眠时间突然的过多或过少 可能是潜在问题的征兆 如关节炎 糖尿病 甲状腺等问题 狗狗睡眠不足会有什么问题 睡眠大大影响住狗狗身心健康 所以务必让他们有充足的睡眠 若狗狗长时间睡眠不足的话 身体很可能无法很好地修补受损神经组织 同时可能造成免疫系统不良 无法调节好新陈代谢 记忆力退化 对于幼犬睡不好会影响生长发育跟难以熏暗 令狗狗在情绪上会出现不稳定 难以训练 急躁易怒等问题 研究也显示 狗狗睡得越香 越沉 则寿命越长 表示睡眠品质是很重要的 我们作为主人 应该确保他们能够睡个好觉 幼犬睡眠时间比成犬多 16到18小时都有 如何建立好的睡眠环境 猫派派传授睡眠知识 让小狗睡个好觉 那么该如何让狗狗睡个好觉 一 设置良好生活作息安排 狗狗是喜欢固定且规律生活的动物 若生活上有太多变化会影响他们的睡眠 另外有固定的作息的好处是可以养成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主人应建立白天跟晚上睡觉前的规律事项 并确切地坚持下去 像是对于哪时候遛狗 玩乐 吃饭及睡觉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狗狗就会知道 哪个时间段是专门做什么的 二 安排玩乐时间跟适度运动 常运动的狗狗比较容易入睡也可以睡得比较深 让狗狗多玩吧 可以培养感情 而狗狗累了也可以好好入睡 不过切记不要让小狗于睡眠前玩得太嗨 太过兴奋 这样可能会造成反效果 如果无法出门长时间玩耍 可利用Lunoji的互动式慢食咀嚼做初等 让狗狗在家就可以消耗多余体力 并透过活动刺激脑部 稳定情绪及疏压 帮助入睡友 三 创造舒服的睡眠环境 有些狗喜欢可以摊开身体的大床 有些则喜欢缩成一团 不过大多数狗有选择的话 86%的狗会选择跟我们睡觉 不过一般来说狗狗喜欢的睡眠空间是安静 舒适且富有安全感的 所以观察下 让狗狗依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怎么睡觉 再提供它们一个良好的区域 狗窝应在安静昏暗的地方 可不被周围动静影响 若太冷则需添加毯子保持温暖 另可以的话 把狗窝摆在我们床边也是不错的 让狗狗有着安全感 黄金猎犬书是睡眠 Golden Retriever Sleeping Soundly 睡眠重要性 宠物知识跟健康 当然 主人也不可太大意 因为有些疾病的主要特征就是试睡 所以我们平常也需要注意狗狗每天的睡眠时间 如果狗狗某天睡得特别多 在排除了熬夜等原因以后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 并带狗狗去看医生 了解是否是因为疾病而造成试睡 切记 一只健康的狗狗 其睡眠状态并不是连续长时间的 而是断断续续的浅层及深层睡眠 充足的睡眠对人类的健康有益无害 你不要再熬夜了 同样对狗狗来说也是如此 狗狗有充足的睡眠能够减少疾病的发生 也能够延长狗狗的寿命 让我们来睡个好觉吧 一起来爱狗吧 Linda